直到看了他们花絮里的凌空360度旋转 就知道凭啥他的评分能从7.3飙升到8.2了 动作行一流水潇洒利乱 即使还没有后期特效的加持 依旧能看的人眼花缭乱 仿佛一个个都真的会飞一样 等到少年个型真正播出之后 演员们的潇洒动作配上顶级的特效 又是让人直呼你歐掰啊 谁敢信 这群战胜了地心引力的空中飞人 全都是年轻演员新人面孔 要是顶流能排出这样的大戏 估计早就霸榜热搜了 作为一部有动漫原著的改编网剧 起初刚开始选角的时候 就遭到了很多原著粉的抗议 毕竟能把动漫改编好的电视剧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但是少年个型的导演 却是给观众交上了最满意的一份答卷 甚至还找到了90岁有本昌老师 演剧中锐智通透的妄忧大师 而刘轩一演的无心和尚 更是极妖孽和少年感于一体 就这样一部剧情不魔改 演员不加戏 特效华丽打戏精彩的漫改剧 怪不得能够成为一匹黑马 你敢相信这是13岁小孩 两个月练出来的打戏 让那些全靠慢动作特效的大明星们 怎么活 第一次拍打戏 然后两个月的训练的时间 林晨涵就是来打枪架工 结果却斩断了大半女星的武侠梦 哪怕只练习了短短两个月 但还是能够完美演绎出重剑的力量感 踢砍轮杂 一招一世都狐狐生威 虽然征途这部剧 由于剧情太拉垮被观众喷尸烂天 但是电影里唯一百分百好评的 绝对就是林晨涵的武打场面了 当初在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小说里那个十几岁就混迹江湖的怪力少女 背着一把重剑行走江湖 一开始导演还打算找个练武术的小男孩来男扮女装 毕竟为了拍出重剑的力量感 就不能用轻飘飘的道具 但是林晨涵听说了之后 就自告奋勇想要试试 导演起初压根就不看好这个小丫头 结果林晨涵松闭训练两个月之后 直接让导演大吃一惊 都能打到这种程度 这绝对是武力值最高的张启凌 小与良就是传说中的淡脸武生吧 长了一张清秀帅气的花淡脸 结果却是飞檐走地全全盗肉 其实在拍摄这版盗墓笔记的时候 虽然小与良凭倦俐落的身手 还有尽瘦的身材 被导演选中演了张启凌 但是他却压根不知道怎么演 毕竟前辈洋洋给出的经验是这样的 张启凌虽然不苟言笑 喜怒不形于色 但也不能说是面瘫吧 小与良心里却有着自己的理解 然后他很强大 但是他强大 他不是天生很强的 他也是经过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让自己练得很强大 他也会流血 也会就是受伤 只是他不说 不来表现出那种疼痛 会怎么样 终于在播出的时候 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张启凌 高冷但却不冰冷 你心中谁演的张启凌更铁合原著呢